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仍在Richmond 介紹都是一個Townhouse的樓花 因為經過之前推出一些樓花之後 停了一輪之後 最近又多了一些樓盤 所以可以一直介紹給大家 上一輯就介紹了在No.2 Road有一個Townhouse 現在我在這邊就是接近No.5和Camby的Townhouse 有20間的 叫Gladwin 它的發展商是我之前也介紹過Innova的Enriched Development 我現在其實站在Complex的後面 後面其實車子不能進入 最主要是有一個Walkway可以走出去散步 因為這邊其實主要是一個住宅區 所以都是休靜 大家可以在這裡逛逛 所以如果有車的話就要在Camby那邊進來 為何我要下來這個桌子在後面給大家看呢 就是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現在已經正在興建 它有20間 它正在興建前面 它這個位置是比較傳統的住宅區 它對面你可能也看到有Shopper Struckmark的 Branding 因為那裡有一個Mall 有Pizza、有銀行、日本東西、台灣東西等等 它另外一個最好的點就是 它斜對面已經是一個48畝的Park 叫做King George Park 亦都是Richmond最大的一個Water Park 它裏面有Water Park、有Slide 然後有Tennis Court 亦有再遠一點的Community Center 而走路我想兩分鐘就會有一間小學 Mitchell Elementary 那間小學亦有英文亦有法文的French Immersion 如果走路10分鐘就會去到Camby Secondary Camby Secondary 我看回它的排名 這幾年它都做得不錯 好像是過了Stevenson London的頭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到好一點校區的中學 其實Camby都不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這個位置其實是On Camby 如果由Camby Number 5向Number 4那邊走 其實一路出去就是Alberdeen Center 亦都是Alberdeen Station 那邊全部都是Chinese Mall 在那裏買菜 非常方便 開車可能是7至10分鐘的時間 如果你要去Vancouver上班 去這裏去Oak Street Bridge 或者Night Street Bridge 都是很方便 它兩邊都很近 為何我這麼熟悉呢 因為我小時候都是住這裏 所以其實這裏是我覺得挺好住的 亦都有其他東西 好像很近Ikea 很近Home Depot 這些所有日常所需的商店 它都是在附近的 但雖然不是說要走路就去到 但這邊其實主要是開車的 所以要開車去其實也是非常近 這個地點是不錯的 現在它是走一個modern的風格 待會我會去Cell Center 拍攝一下模特兒給大家 以及給大家看一下 Floor Plan 看看大家喜不喜歡 我現在進入Cell Center 它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圖片 就會比較清楚 去展示給大家看 它的地點和周邊的配套 Gladwin其實就在這裏 Camby是No.5 剛才所說的King George Park 就會在這裏 如果Camby直出這裏 其實這裏就是Arberdine SkyTrain Station 所以其實如果去SkyTrain 就是一條路開車去到這裏 你可以在Arberdine買菜 百家店 八百伴附近 全部都買到給中國送的 很方便 如果你要去Richmond Center 其實你走回去No.5 去到Westminster這裏 就已經是Richmond Center 如果你說去到機場的話 你走Bridgeport Road直上這裏 就會去到機場或者Outlet那邊 剛才也說過它上橋去溫哥華是很近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去Oak Street Bridge 你走這裏 Share Road 這裏就是上去Oak Street 如果去Night 就會走這邊這樣上去 所以其實它上Highway是很方便的 這個位置 這個地點其實是不錯的 唯一一個不好的就是 它是在飛機航線附近 所以可能你住在這裏 然後它是面對著Camby 有幾間屋 那幾間的Townhouse 那些雙層會是厚一些 雙層的雙層 即是可以避免沒有那麼吵 聽到車的聲音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它的模特兒 我們來到這邊 就可以拍一個模特兒給大家看 講解一下它們有不同的Floor Plan 以及面對不同的Facing 這裏就是Camby Road 是向南邊的 那就是對面是剛才Shopper's Drug Mart 有銀行那裏 那裏 那去到這一邊 其實看著這一邊 旁邊也有一個Cost Capital的銀行 和它那個Parking 去到這裏 亦都是有一些Townhouse 較舊的Townhouse 那去到這一邊看著 其實就是有一些Single House 那這裏後面 就是剛才我拍外景 在那個Site 裏後面那條街 所以四邊就是這樣解釋了 那現在就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它不同的Floor Plan 它這裏有20個Townhouse 那前面就有五個C單位 是三房的 看著Camby 那原來它的Driveway就在這裏進來 那然後這裏就有兩套 叫做Plan A D的單位 是Duplex Style的 那也是三房 那後面這兩個長型的呢 就是它有這裏有四個A單位 對面這裏也有五個D單位 和一個E單位 那中間這裏有一個很大的Area 後面這裏是Developer 預計是讓你種植物 是讓你種植物 是讓你種植物 這裏有一個Playground 而去到後面 其實你會見到那個馬路 它就種植物了很多綠化 這裏有一個大的Black O 這個B單位 然後去到這裏 其實它做了 剛才我不是說過 有條路在這裏走出去 它就會在這裏 銀行這裏 就會有整條長的Walkway 一路在Camby走過去 這個Model就和大家講解了 我們現在可以去Go通一下每一個Floor Plans 來到這邊 就有些Floor Plans在這裏 我首先可以開始講了Plan C 由Camby Road那邊開始 它這裏的Plan C就是這裏 它裏面有1281尺 它的Outdoor Space是325尺 它就是Tandem Garage 然後走樓梯上去Main Floor那裏 那你就會見到 有一個Living Area 有一個Flex Area 然後有一個Open Kitchen Kitchen那裏我們都可以 show它有一個Model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Dating Area 也有一個Powder Room去洗手間 然後另外這邊也有一個Flex Area 再加一個Balcony Flex Area其實它可以 因為現在也有時候Work From Home 可能這個可以做一個Office 或者小朋友可以做Play Area 上去上面就是三個房間 你會見到它這個主人房 是望花在後面的 即是說這兩間房間 其實是望著Camby Road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它們很大的Walk-in Closet 因為它也有一個Upgrade option 可以給你擺那些很漂亮的蓋子 幫你安裝 然後有一個Single Sink的洗手間 除了Walk-in Closet之外 其實旁邊這裏也有一個 長長地的Closet 去到這裏有一個Share Bathroom 就是Bath Tub 然後Laundry就會在對面 它所有的Laundry都會是Stack Up 但它用了最新最美的LG品牌 就是一個Stack Up Version 中間是一個Panel 洗衣機和乾煙機就連著一齊 好了 講完C單位 我們順序可以講一下AD單位 即是Duplex Style 它裡面室內面積有1317呎 它的Outdoor Space就是356呎 它這個DoorPan沒有畫那個Backyard出來 其實那個Backyard就會在這裏 車房入口就是這裏 它的Backyard也在這裏 它這裏是兩層的Town House 有三間房 它就是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然後進去之後 亦都是Living Area Dining Area 亦都有一個Mule形的廚房 這個 亦都有一個Powder Room 到樓上亦都是三間房 你會看到它的主人房的面積其實很大 除了這張床 有位置放在床頭櫃 它這個Walking Closet 是很大的 所以應該這個就夠了 把衣服放在裡面 這個Sink盤就是Double Sink 到這邊 有兩間房間 還有一個Flex Area 即是這個Floor Plan的Flex Area 就會在上面可以做一個Office 或者如果有小朋友學琴 可以放一個琴在這裡練琴 Share Bathroom就放到這邊 它這個是Double Sink 然後Launcher就會在門後面 我們講完AD 這個Duplex Style 我們可以講一下後一排的A單位 A單位其實跟剛才說的AD單位 是相近的差不多 不過是大一點 你見到它室內面積有1334尺 Outdoor Space又小一點 就變成341尺 但裏面的Layout其實是一模一樣 不過只是它是Flipped 因為看看哪一邊 你選哪個Unit 所以就是一樣 而它的Garage 全部都有Rough-In的EV Charger 現在我們可以講一下 A單位旁邊的B Corner Unit 這個是整個屋苑最大的單位 有1421尺 Outdoor Space 就是剛才你看到的模型 在後街上有一個很大的8天 所以它的Outdoor Space 是有1519尺 它這個當然都是 Size by Size的Garage 它亦是一進到家裡 就會有客廳、飯廳 和一個差不多是O型 很多位置可以放東西 很多櫃、很大的一個廚房 然後它亦都有一個Storage的位置 在這裏 我相信你可以做Storage 或者可以做Pantry 即是它想好像 有些像Single House 多些位置去放東西 那樓梯就會變成這裏 上去 上去上面那層之後 你就會看到有四間房 這個單位 首先說主人房 主人房就是這裏 它又加了少許Flex Area 可能去做梳妝桌 可以 然後又有一個 都比剛才的AD 好像小一點的 Walking Closet 但是它旁邊有一個Storage 即是說 其實你都可以加一些Shelfing 去擺衣服 或者擺一些雜物 它的洗手間也是Double Sink 有一個Shower的位置 然後 由Master Bedroom 就可以走到Balcony 有一個Balcony 看著旁邊 然後呢 第二邊就是那三間房 你看到一間房 兩間房 三間房 就會Share一個洗手間 這個就只有一個星 那Longry就會在Hallway這裡 然後呢 你會看到 Bedroom No.2這裡 可以出到有一個Balcony 這個 它就特別一點了 可以出去外面 現在呢 可以跟大家看看 去對面那排的D單位 D單位呢 室內面積呢 有1319呎 各個Backyard 有差不多324呎 這個是三層的 三層呢 它就是Tandem Garage 在最低那層 拍完車就走上去 走完上去呢 你就會看到 Living Area 又有個Flex Dining Area 然後有個Open Kitchen 加上它有一間房 在這一層 最適合有一家人 和可能有老人家一起住 起碼它吃飯 生活就不用走那麼多樓梯 它也有個Full Bar 雖然不是說套廁 但是到門擠在旁邊 都算方便 還有它也有一個Closet 在這裡 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去到最高那層呢 就是三間房 Master bedroom 在這一邊 它也有個不細的Walk In Closet 連在洗手間那裡 是Single Sink 去到第二邊 就會經過Share Bathroom 什麼都是Single Sink 然後有一個Laundry 你會看到它這個位置多些 雖然它是Stack Up 但是在這裡旁邊 可以多放一些東西 然後這裡就是兩間房 所以現在所有開賣的Floor Plan 都跟大家Go Through 我們可以去看看它有個Kitchen 以及有個細小的Bathroom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它的Finishing 可以首先給大家看洗手間 它的洗手間 因為是Modern的路線 你看到它是 看起來比較舒服 溫和一些 有一塊大鏡 它會安裝了一些燈在上面 就是Light Color Scheme 你會看到它的Package 是Color Package 就是比較好的品牌 你可以放心一點 沒有那麼容易壞 它下面它的手柄 它全部都是用這一隻 特別一點的 然後 裡面的櫃的Finishing 你會看到是漂亮一點 因為很多看到其他 收樓的時候 可能是木色的很Raw 它這樣Finish了就會漂亮一點 我們現在可以移步到Kitchen 給大家看一下 它Kitchen的Finishing 它所有Appliance 都是GE Cafe Line的Appliance 它這邊就用了一個 四頭的Gas爐頭 你會看到它這些全部 都可以是 連接到你的電話那裡控制 這些 也有一個大的焗爐 它整個Countertop 都是Light Color Scheme 所以看到它這個 Back Splash 是這樣的顏色 它用了金色的手柄 特別一點 它裡面的櫃都好像洗手間 有些Finishing 沒有那麼Raw 它的櫃全部都很大 這些 裡面它有擺羹的 就是Optional Upgrade 但是全部這些都包含了 所以不是很噁心的 它這些櫃全部都是 它的雪櫃也是French Store的雪櫃 也是GE Cafe Line的雪櫃 夠了 這個 它就會包含這個 Microwave Microwave 下面也有 Storage 然後它就會用了一個 Single Sink 一個大Sink 現在都很流行一個Sink 因為 你可以自己放一些架 在這裡 分開洗菜 更漂亮更方便 然後它會用了金色的水龍頭 在這裡 旁邊就是一個洗碗機 你看到Cafe Line 這個是 然後這個大Island 你看到 它有一個位置給你擺三張椅子 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 真的很闊落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有兩個Color Scheme選擇 淺色的左邊就是 Show Room 現在看到的顏色 如果你不喜歡淺色 尤其是最主要的 廚房的Back Splash 你就可以選擇 右手邊的Dark Color Scheme 現在可以和大家 總結一下資料 因為 Available Information 已經和大家分享了 它這個Completion Date 其實是 大約預計是 明年的4月 所以如果很多人想 快點買多一間屋 入住 這個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如果有些是未開 它可能要長一點的時間 所以這個就是 少於一年 你就可以收樓的了 而它這次的銷售方式 就不會像是 要大家鬥高的 它有一個 Price Range 在這裡鎖四了 它的Starting Price 最小的單位C Plan 就是122萬左右 如果你想要多些資料 你可以立即找我 我可以分享多些資料給大家 它的Deposit Structure 其實總共只是15% 希望今天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如果你們喜歡 按個like 分享出去 有什麼問題 可以立即WhatsApp我 最重要是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我之後的影片你就會收到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見 拜拜 拜拜